鱸魚不要再紅燒了 像我這樣做鮮香嫩滑 好看又好吃 首先切點魚頭 去除魚骨 像我這樣把魚肉改刀成一條條的 上鍋蒸魚 把薑切片 切給公司 魚蒸好了 鋪上公司 淋上熱油 淋上一圈蒸魚室油 你學會了嗎 水 很認真 有很多的